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第一个 小学开展经典永诵 经典诵读活动时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那反映的是教育对文化的什么作用 那么教育对文化呢 具有一种叫做选择功能 就是说我们能够从众多的文化中 众多的文化内容中去选择一部分 去区别或者说去排除另外的一些部分 那么第二题 君子如何化名成俗 其必有学 这个是出自学计的一句话 那么化名成俗 其必有学 其实它主要讲的是什么问题呢 是教育和政治的一种关系 所以这道题选择的是C选项 那么简单题 要求减述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这个在我们书上是有明确的点 大家可以到书上去找一下 这里边我们稍微说一下 文化对教育影响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 影响教育目的的确立 也就是说我们不同的这个国家 那不同这种文化的教育目的肯定是会有一定差异 第二个 影响教育内容的选择 第三个 影响是方法的使用 还有一个 文化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力量 那么这个作为简单题 我们已经出过了 所以这次再考的可能性不大 而我们看教育的社会 那教育的在社会因素上 影响教育的社会因素 主要包含这么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是生产力 那么第二个是政治经济制度 第三个是文化 所以说我们整个这一节的内容 也是围绕了三个大的部分 教育生产力 教育政治经济制度 那么教育与文化 那么这里边老师要提醒大家一点 我们在说这个生产力的时候 其实它包含两个大的成分 那么一个是经济 一个是经济发展水平 一个是科技发展水平 那么这两个实际上都应该属于生产力的范畴 那么政治经济制度 其实它不包含经济 就是我们在说政治经济制度的时候 它指的是政治 或者说指的是宏观经济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个政治和宏观经济上 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的政治制度 所以说往往我们说政治经济制度的时候 大家不要以为说是政治和经济的统合 而是单纯指的是政治 那么最后一个文化 就没有太多个解释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具体的知识点 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 我们在说教育和生产力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也是分于两个方面 那一方面是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那么另一个方面是教育本身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或者说是促进作用 所以我们主要是涉及到这两个方面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它制约的教育目的的确定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古代社会的时候 由于它生产力的发展是比较低下的 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教育目的 它往往是培养统治阶级 也就是说它面向的是少数人 然后所以说这个时候 在进行教育的时候 它设定的教育目的 它一定是培养什么 统治阶级 所以但是等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 那么资本主义的教育目的 其实又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所谓的双轨制的教育 也就是说一方面我要培养统治阶级 培养资产阶级 但是同样一方面呢 我又要培养就培养劳动人民 所以说你看 就是等到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教育目的是什么呢 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也就是说随着你这个生产力的不断进步 那也必然导致什么呢 导致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 那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教育目的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那么第二个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会制约这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 我们其实很简单的一个 我们在古代的时候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 所以说科学技术以及这个文化知识 相对来说它不够发达 所以往往在古代的时候以什么为主呢 以这种文史性的教育 以这种什么呢 就是道德性的教育为主 那么等到现代社会的时候 由于这个生产力的不断进步 所以我们有了大量的科学知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教育去以什么为主呢 是以科学技术为主 所以说它影响了这种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的内容 如果有同学说了 那老师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有什么区别 其实这个区别呢 是以一个递进的关系的 像我刚才说到教什么 这就属于是教学内容 比如说古代的时候 基本上是道德礼仪 到近现代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变成了科学知识 这就属于是教学内容 但是而是课程设置呢 一方面包含了我要教授哪些科目 但同时也包含了这些学科 内在的一种组织和逻辑 比如说我们在古代的时候 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生活常识 或者是一些天文方面的知识 但是它一定是不过系统的 而等我们生产力发展了之后 科学进步之后 那么这些课程的设置相对来说就会变得更加系统 那么第三个 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决定教育的规模和速度 或者说应该叫决定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放眼人类社会 那么它由原始社会 古代社会到近现代社会 应该是这么说的 就是整个在受教育人口上 受教育的人口上 其实它还是增长的趋势 虽然说我们原始社会呢 是大家都接受教育 但是原始社会的人口是比较低的 但是我们到古代社会开始 从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再到共产主义社会 或者说到社会的这种教育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说受教育的人口 或者教育面向的受教育群体 是越来越在扩大的 所以你看到奴隶社会的时候 只有奴隶的统治阶级 才能够接受教育 到封建社会的时候 也往往是一些地主阶级 接受教育 但是等到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 应该已经提出了普及教育和全民教育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的普及教育和全民教育 它还是有两个阶级 它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等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教育 那么我们要将全体人民培养成什么呢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教育的规模上 是一定会受到生产力的影响 而同样教育的发展速度 教育的发展速度 那本质上一定是跟它的经济投入 是正相关的 所以说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会决定教育的规模和速度 那么第四个呢 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制约学校的结构 那么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那么学校的体系和类型 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复杂 那么在原始社会 古代社会的时候 它虽然说在古代社会的时候呢 它产生了学校教育 但这种学校教育的体制和结构 相对是简单的 那么说到了近现代社会的时候 那么这种体制 它就会变得相对比较复杂 和这个结构上比较丰富 那么在第五个方面 生产力的发展呢 同时它也制约着教学的方法手段 和教育组的形式 这个比如说 由于我们现代生产力 生产力的进步 那么才会有了多媒体 有了这个相关的一些 计算机辅助教学 同时包括我们说 那个教学组的形式上 那么不管是班级受购制 还是我们目前 那种网络式的教学 那么其实它本质上 都是受到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的 那么所以说 整个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中 生产力对教育的作用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相对来说 它是非常容易出现简答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也可以说是 教育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那么主要是包括三个点 第一个 它会再生产劳动力 也就是教育培养 学生的脑力和体力 那学生的脑力和体力 加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劳动力 那么第二个 教育能够再生科学知识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好多的科学技术 或者是最新的前沿的科学知识 都是从学校里面产生的 那么第三个 就是教育 能够再生产新的 能够生产新的科学知识 和技术手段 实际上这也是发挥了 像我们现在一些高校 它都要做科研 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三点 我们说教育对生产力的作用 也是两种考法 一种是单选题 一种是简答题 相对来说 我们出现这个单选题的概率 可能比简答题要更高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大的因素 第二大的因素 我们要说的是教育 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要阐述的 就是政治和教育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政治经济制度 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那么主要体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 政治经济制度 它决定着教育目的的性质 决定教育的领导权 受教育权利 我们先看这三个 那么政治经济制度 首先来说 那么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 是掌控一个国家的政权 这么一个基本的组织结构 那么政治经济制度 它对于整个国家的 教育目的的性质 是有直接的决定作用 那什么叫直接决定作用呢 教育目的的性质 本质上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 而为谁培养人 也就是说 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社会 那么要培养资本家 对吧 同时要培养工人 那么我们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 我们要培养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那这就是由于你不同的政治体制 就导致了你们这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社会 它在整个教育的目的的取向上 是不同的 那么第二个 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教育的领导权 也就是说谁来把控教育 谁来领导教育 那它一定是由一个国家的政权来决定的 那么第三个 政治经济制度决定受教育者的权利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学生 或者说是受教育者 它具有哪些权利 那这个也是由整个这一个国家的政权和政治来决定的 那么最后一个政治会影响部分的教育内容 这地方我们就叫影响而不是决定了 为什么会说是影响呢 我们其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德语 甚至包括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 由于你的政治体制不同 所以一定会在选择教育内容的时候 有倾向性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看欧美的学校教育 它在讲经济学的时候 一定会偏重市场经济 偏重于自由市场经济 而我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制度 就决定了我们中国在选择这部分经济学的知识点的时候 它一定会提到什么呢 就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 那么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德语体现的最明显 你看比如说我们中国啊 在进行德语的时候就比较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 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教育 但如果我们到了这个欧美的话呢 它其实可能就会偏重一部分 一方面是基督教的思想 也有一部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 或者说资本主义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啊 什么县长啊等等这些思想 所以说政治本身呢 它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教育的内容 当然了它并不是全部 而是一部分的教育内容 那么也是啊 这个政治对教育的作用 也主要是以简答题的形式出现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教育对政治的反作用 那么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那一方面呢 教育能够为政治培养相应的 这种政治的或者是统治的管理人才 那么第二个呢 教育会影响到 整个政治经济制度中的一种舆论力量 比如说你看我们在一个在五四运动啊 或者是有大的这种学潮啊 或者学生运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明显啊 就每次一到社会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动荡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学生表现的是在最前面的 那么第三个 通过教育制度能够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得到延续 或者是加快变革整个的社会政治的关系 其实最明显了 就是我国在革命时期 尤其是在新民主主的革命时期 那么往往是学生是作为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或者教育是作为革命的第一线 然后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变革 那么教育对政治的作用啊 也主要是以选择题的形式存在 但是也有考简答题的可能 我们看第三个大的因素 那么第三个大的因素呢 叫做这个文化 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 文化与教育发展的关系 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 说文化对教育发展的制约作用 那么文化对教育发展制约作用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影响教育目的的确立 第二个影响教育内容的选择 第三个影响教育方法的使用 其实实际上 我们在这个文化对教育的影响上 其实它主要影响的是 教育的理论总体的取向 总体的取向和方向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教育目的上 可能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你就会发现 西方偏重于个人本位论 而东方偏重于社会本位论 也就是说整个东方是偏重于集体主义的 而西方是偏重于个人主义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教育目的的时候 其实它会有偏重于说 为整个社会 为整个国家去培养人才 这么一种基本方向 但是如果说我们到欧美的话 它可能更偏重于个人的发展 和个人的潜能的实现 那么其实我们在内容选择上 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内容选择上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整个东方的教育中 就偏重于对文史 偏重于对品德方面的教育 而我们经常像一些公司招聘 或者是一些学校在管理的时候 可能都会强调 德才兼备 那么如果说是德和财 只具备一个的情况 那肯定东方人倾向于认为德更重要 但实际上我们如果是到了欧美的话 可能就是另一个形态 所以欧美偏重于什么教育 偏重于知识本身的教育 偏重于科学知识 偏重于使用技术 这就是在文化对教育内容产生的影响 同时文化本身对教学方法上 也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其实我在前面讲到 教育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时候 其实我提过这一点 就是说东方普遍来说 比较强调于看数背数 然后努力学习 而西方强调于动手 这实际上也是文化造成的 由于欧美本身 它相对来说 由于它的文化特点和历史发展特点 就偏重于使用技术的教育 同时偏重于讨论法 中国这边或者说我们整个东亚 就偏重于什么呢 文史类知识 同时也偏重于这种努力 自学等等这样的教学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文化 教育对文化的反作用 那么教育对文化的促进作用 这个是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比较重点的容易去考出 单选 那个简答题和单选题的 尤其是容易考简答题 那么主要是包括筛选整理 保存传递 传播交流 选择提升 有更新创造 一共是这么几个功能 那么在这些功能里面 像筛选整理 基本上比如说我们修 修订四库全署的时候 那就是对文化的一种筛选和整理 然后保存传递 这个我们在考察的时候 相对来说它是重点 而保存传递往往强调的是什么 强调是继承 强调对文化继承 而传播交流 传播交流这个呢 两个点考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但是我们说传播和交流 它毕竟是两个点 那么这两个点我们怎么区分 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在说交流的时候 一定是双向互动 比如说我们搞这个交换声 访问呢 一般来说属于是用交流 就是我一方面要把知识传递出去 同时呢 你也要吸收其他人的知识 但是如果是传播 保存是单向的 然后选择功能考的多一点 但是我们之前真理考过了 基本上就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提升更新创造 考的相对来说的不是特别的多 而我们看那个字面的含义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文化对教育的作用 那么这里边啊 老师提醒大家一点 我们整个的三大因素里面 政治和生产力 在考察的时候 往往是政治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它考的是偏多的 而在文化里面呢 是反过来的 是教育对文化的反作用 它的考察的频率可能要更高一些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文化这部分呢 我们还要看一个点 就是学校文化 那么学校文化 我们先看一下概念 学校文化指的是 学校权力成员或部分成员 和习得的共有的 这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在说学校文化的时候 其实它本质上是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那么其中以谁为核心呢 往往是以这种思想观念为核心 那么学校文化呢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叫学校的物质文化 然后精神文化 还有一个是制度文化 那么物质文化又包括两个 一个是环境文化 一个是设施文化 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呢 就是整体的你的学校的 学校的这种物质环境 这种物质环境就叫做物质文化 那么物质文化里边呢 环境文化和设施文化 怎么去区分 其实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技巧 你看它到底是动产还是不动产 我们一般来说环境文化是不动产 包括这个笑容笑貌啊 操场啊 这个教学楼啊 这都属于是环境文化 那么设施文化一般是动产 比如说学校的座椅板凳啊 实验设备啊图属啊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能够活动的 所以叫设施文化 那么接下来往下 我们看第二个叫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大家记住啊 精神文化是学校文化 或者说是校园文化的核心 那么精神文化这里边 主要是讲的是 这个学生间 或者说整个校园中 所共同具有一种思想意识 那这个叫做精神文化 那么精神文化主要包括呢 那些呢 我们比如说 班封啊 学封啊 校封啊 校训啊 包括校席 校会 校歌 校报等等 这些都属于是精神文化 那么最后一个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 它侧重于在整个学校 运行的这种组织形式 规章制度 还有这个角色规范 所以它更侧重于这种角色规范 和规章制度 那么 第二个学校文化的功能 学校文化的功能 主要包括四个功能 导向功能 约束功能 凝聚功能 和激励功能 这个我们其实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一般来说呢 都是以单选题的性质来进行考察 这个我们在说这个导向功能 它指的就是 本身学校文化 也会成为学生发展的一种 动力和方向 也就是说我们学生身体有相同的 这个价值观 价值理念 所以说它就能成为你 在整个发展的时候 一种基本的方向和导向 那么第二个约束功能 就是通过学校文化 通过学校文化 能够约束人的行为 约束学生的行为 凝聚功能呢 是由于这种学校文化本身 它具有凝聚人心的力量 那么最后一个激励功能 也就是说在你活动中 由于你的这种 所谓的归属的功能 或者是这种反馈的功能 也会激励你不断的前进 这就是我们说学校文化的 四个方面的功能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节自策 那么首先第一个建国军民 教学危险 它反映了是什么的关系 建国军民教学危险 强调其实强调国 我们一般来说肯定强调是 教育和政治的关系 那么第二个文化在实践上延续 空间上的流动 要借助于教育 那么往往它反映了什么功能 那么我们强调了 一个是时间上的延续 空间上的流动 如果我们说时间上的延续和流动 强调的一定是谁呢 传递和保存功能 那么第三个 学校中的传统的礼仪 传统礼仪归上 它属于什么文化 这个它属于一定的是 制度文化 我们可能有些同学 会把它当成是精神文化 这个一定不是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一定强调是一种思想意识 而传统礼仪和归上 它往往强调是一种行为规范 所以说我们这道题 应该选择是C选项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简答题 我们简答题呢 说的是让你减速政治经济制度 对教育的制约忠用 一共是包括这么四个方面 第一 决定教育目的的性质 然后决定教育的领导权 决定受教育的权利 第三个 影响部分的教育内容 我们把这四个掌握清楚就行了 以上是我们这个第三节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就算是为了 没法提供 点赛 点赛 躲 里面 你 闭箸